最近的娱乐圈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啊,有点让人看不懂啊,而陆毅最近也是热上了非议,总觉得这么幸福的家庭不应该这样啊,有人爆料,也就是曾经张子怡的裸替萧小山,而且她是直接点名陆毅的,说她的家庭曾经被单红女星插足过。 这个就有点可怕了,并且感觉陆毅这个人是很正直的,这样的消息曝光出来,形象是有些崩塌的,说到陆毅,想想大家还是了解的,作为演员,也是老早就出道了,八一年的时候就在幼儿园作为儿童演员演出了,之后在艺术团又参加了很多的影视演出,慢慢长大之后,陆毅出演的电视剧越来越多, 有过很多让人记住的角色,也是很受欢迎的,而且自从她带着女儿参加综艺的时候,更加是圈粉,很多人都记住了他们一家人,尤其是女儿贝儿的一双大长腿,让网友羡慕,家庭的纪念太强大了。 再说,回陆毅家庭被插足的事情,少少山说曾经陆毅想要离婚,之后客范小姐在一起,真的是有些可怕了,现在被突然传出来,总感觉之前的家庭是不幸福的, 但是想想少少小山说的话,感觉真实度还是不够高的,毕竟陆毅和鲍磊的感情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,怎么可能会被其他人插足家庭呢? 想想也是不可能的,但是一些网友也是调侃,不知道李晨看见这个事情会怎么想呢?会有怎么样的回复呢? 也是让大家好奇的,陆毅和鲍磊的,感情从上学的时候就很好了,而且之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,鲍磊几乎减少了自己的工作,安心照顾家庭,但是人家也没有忘记投资,而且陆毅在娱乐圈越来越红火之后,也没有忘记自己和鲍磊的那份感情,对家庭也是很关心的,而且十年的恋爱最后两个人结婚, 在圈子里面也是不容易的,他们也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,所以对于小小山说的那些话,小编还是不能详细的,感觉就是单纯的想要踩着范小姐上来的感觉,将大家关注她,其实对于范小姐插足陆毅家庭这个事情,也是得到了爆雷的恢复,而且陆毅也是直接说了一句好大的瓜,可见对于这个消息,也是很假的了, 想想想这两个人的感情这么好,就凭上小山这么随便一说,大家也是很怀疑的,而且大家说,不知道李承看见自己的女友扯上这个消息,会有怎么样的回复,你们有什么想要说的吗?